湖南日报华生在线记者陈勇,走进陈州市安人县,龙石乡今次盆村,会看到了一片面积达三千云亩的油茶林,一束束茶果绒毛脱进,顾皮发亮,风收在网。 当地农民告诉记者,这是潘宁军带领乡亲们啃出的油制油茶基地,潘宁军1957年7月出生在安人县牌漏江,1979年参加对月四被反击战时,左手、双脚、大脑等多处,被地雷严重炸伤,鉴定维尔等甲鸡残疾军人,全身至今还存留一百余片蛋片。 但是,他身材质不惨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线电影放映公司担任放映人,足迹遍布全县各个陈落,被陈州市委、市政府、军分区授予荣、赴、退军人建公立业荣越称号。 2009年3月,他享用线为县政府绿化荒山荒地,种植油茶的号称,扛起锄头上山创建优质油茶基地,祖山地, 谭价格,签协议,谭盈军走东家房西家,整整忙了一个月,落石粗链面积三千余亩,一身汗水一身泥,谭盈军带着大家啃山,挖坑,鸡肥,栽苗,金子盆春村泥看到这样的劳动场景,由衷地发出感叹,当兵的就是不一样,像个盖石的人,把山地交给他这样的人没错,放心。 谭盈军说,我没有多大的本事,但只要勤劳苦干,就能成就大事。 他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,东杰西凑了几十万元,全部投进了油茶种植中。 妻子看到他为了油茶事业累了又黑又瘦,主动当起了助手,到油茶基地煮饭送饭,烧水洗衣,照顾他的生活。 经过谭盈军信心抚育,第一年油茶苗成活率,达95%以上,谭盈军成事而上,租建安人县安都油茶有限公司。 注册了安都茶油商标,向打造油茶品牌进军。 后来,他与当地一家征扎土茶油工房合作,严格按照人生态,高标准,种类生的要求。 土法生产地道山茶油,2012年10月,谭盈军组建了安都油茶种植产业协会,安都惠民油茶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。 目前,安人县有6个乡镇,80多个村组,2067户农民加入该协会,付出总会有回报。 2016年,谭盈军的油茶基地,出产优质茶油5000公斤,第二年突破1万公斤,因品质纯天然原生态,产品畅销北京、河北、长沙等地,供不应求。 助力托平工间,谭盈军织可放在心上,现在,他带动三个村,120多户农民,在油茶基地上班,其中见到立场贫困户,就有50余户,户平年增收15000元左右。 贫困户娱乐志常年带病在外打工,输入微博,还常常遭到老板和工友的嫌弃。 由于心情不好,娱乐志变得怨天尤人,容易中着别人发脾气。 有一年春节,谭盈军利用娱乐志在家过年的机会,上门给他做工作,鼓励他艰苦创业,脱贫致富。 谭盈军不但在精神上积极鼓励他,而且在技术上无偿帮助他,免费工艺油茶树苗。 在谭盈军精心帮扶下,娱乐志家种植时九亩油茶,现在茶树开始挂果,全家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 谭盈军经常组织和做事成员,协会会员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。 由他主讲油茶管理培育之时,有一次,由于晚上被课太劳累,加上天气变化,第二天讲课时他全身疼痛,可也没有终端培训。 直到讲完课昏倒在地,由于发展产业和助力脱贫攻坚成就突出,谭盈军先后被称州市,评为首批最美老兵,称实首信个人。 荣获湖南上优秀退伍军人称号,谭盈军说,荣誉只代表过去,建工还在未来。 通过三五年努力,我要让安都惠民油茶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三千户农户,十万户油茶种植面积,支付更多的香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nav seria吗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